魔攻流夸克,全魔攻注装,辅助也能一勾2300血 满装时魔攻高达1700,与苏达成完美的配合 陷阱让我容易勾中,勾中让苏容易居中 只要苏里有夸克,也未就是陷阱 敌人会自动站在陷阱上,接个顺利打 苏中自有黄金户,夸克得勾非常粗 黄夸克反野就是最爽的了,用右身探得出草里有人 我探完路,队友就来了,我再次勾到拉维尔 残血开锡,助攻敌人A,击杀敌人B 极限距离勾个鱼,达尔与苏,打输出 凯格没有大,大象也没大,原地开大,等他回来 经过精密的计算,拉维尔没走一步,脚都要踏出去一次 但遇到拉维尔的角色,他的60秒等于我们的1分钟 从毕达哥拉斯定理,脚踏速是1,1分钟是1 1的阿斯兰加1的阿斯兰,答案还是1 所以最终要勾的位置是这里 抬上1分钟,抬下10年勾 虽然这个勾才1秒钟,但我在背后已经想了13多分钟 摩根树真的是绝配,他的陷阱让我容易勾 我的勾让他容易击中,滴血迪拉克逃不出齐尔的刀 庞大的大象,连出庞大的我 拉维尔顶着黑暗之次,就天不怕地不怕 勾过来,三人一套爆发,又黑暗之次也秒了 于是2的血,一勾1946,速打了两枪,剩下的就是我的伤害 大象免控,再开几走,追不上残水的他 先轻逼,再往前给压力 夸克体重给的压力一定不一般 勾到攀1,苏直接居死 手打完迪拉克复活,要退了 对面用光明镇大踩陷阱 勾到直接开戏再瞬移 大象免控控不住,齐尔跟着飞了进去 勾中的伤害再加达尔西的炸 直接打出拉维尔的复活甲 压起身,再拿一助攻 因那凯格对打起来,齐尔都全速赶过去 拉维尔在我面前,勾的伤害达到了2300 把主力输出杀了,大象也没了,后期破时间也很长 可以直接进攻一破结束 敌方圣两人也没有办法守住主宝了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夸克面板输出很低 给个例子,这把对方大象输出面板比我高 一只一只打技能,抹伤害 这样抹出来的伤害,很多情况是杀不死人 但伤害就会刷了上去 不能威胁到敌人的胜利 但面板伤害就会刷得高 夸克是没办法抹伤害的 就算是权功出装,只能一套钩子一套打 也不能走得太紧 但是钩子的伤害是足够威胁到敌人的生命 移压技能足以打掉敌方一半选 魔攻流夸克 装备为风之宝石 游弹指之靴 爆裂法杖 乌鸦皇冠 生命法杖 混沌法杖 最后风之宝石换神圣法典 奥义为荒芜 碧露 颠墓 魔人为 势灵 煞骨 恶魔觉醒 河道寻流 听说点赞留言 排位会16年胜 考试还会100分 我是魔攻流夸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